大家好,今天是十月十七星期二 现在这分钟是三点半左右 也是第二次的录播 因为上一节的录播 刚刚录到最后有个电话 我又不记得了飞线 结果就断了线 现在我飞完线我才再录 头过几分钟讲的全部由头再来过 十月份的市当不知是先低后高 但是以今年的市 大部分时间在延民8,700左右 进行一个整顾 是属于一个紧购高台而不下的格局 无论市成交是多少都好 只要指数接近高台 以及一直在十天平均线之上 技术上是处于一个续沉顶的形态 由指数成功突破了15年的高位28,588 怎么认为一分钟开始 直到现在这分钟 指数仍然站稳在200,500,800 即是技术上是有条件 也有机会进一步向上 找到今个月的高位 我们数数时间 今天是礼拜二 是17日 由明天开始到月底 有十个交易天 即是未来的十个交易天 只要没有天灾人祸 而市能够保持到先低后高 技术上进一步向上升多三两八点 这个绝对不难 当然之首要的条件 就是指数一定要找手十天才行上 想和大家谈一谈的就是 因为由9月20日的低位27,300点起步 大市有没有机会发展成为 新一轮的中期升浪 新一轮的中期升浪的发生 或者发展 首要的条件就是指数一定要排列顺序 其实现在很标准的 恒指十天、二十天、五十天、一百至二百五十天 排列是很标准 那什么时候市场会逆转呢? 直到指数跌穿十天和二十天线 才亮了反复的警号 这个说了很多次 只要这个势头仍然延续的话 老实说 技术上来说 升多一段绝对不出气 以今个月的低位是 3号的27,737点 如果市今个月的波幅 有任何千二或者千四点的 走多几百点 很陷阱 想和大家谈一谈就是一个中期的升浪 其实呢 好像上一次这样 由7月5日的低位25,199 去到9月19日的高位28,284 市走了十个礼拜左右 升了3,049点 那是一个小的中期升浪 那这次由9月26日开始升呢 如果一个中期升浪 限大约十到十二个礼拜呢 刚刚好 那高位呢 会是在12月中到下旬的时间会出来的 那今年的市的低位呢 是1月3日的21,883点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去到昨天的高位 28,792点 计数呢 技术上的市是走了6,00点 7,000点未到的 那如果今年的市有7,500点 以至有8,000点的上升的波幅的话呢 其实更加高的市数 市必一定在后面 说真的 市虽然是有少少是升得比较速 但是没办法 你看看 10月4日有个上升离口 10月3日有个上升离口 10月16日也有个上升离口 出现了三个上升离口 而市的气氛不是很刺烈 成交亦都不是很大 而还是咬着咬着上的话呢 其实真的不要低估中期后市的升势 幅度 好了时间差不多 刚刚四分钟 多一点点 今天讲到这里